听谁说的 笔在我手上 我想怎么写怎么写 能写死不能写活吗 老板 我其实没有那个意思 我就是想跟大家说 你不是那种随随便便 杀掉自己角色的人 可是你都不解释 所以我只好 对不起 老板 没事 你今天这个打扮 好 算了 你去跟叶总说 我已经看过了 陪签子 您是给我安排工作了吗 不然呢 谢谢 老板 有什么好谢的 老板 这是你第一次 给我安排工作 虽然我之前是一个运动员 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可是只要你给我安排工作 我什么都愿意做 是吗 当然了 那你顺便去帮我 看一下叶总心情怎么样 好 叶总 叶总 你没事吧 我 没事 我就是穿成这样 还不太适应 你穿成这样 确实不太像你平常的样子 不过未来的一些工作场合 也许也需要穿成这个样子 没关系的 你看我 这么长时间了 还是不太适应 慢慢来 好 谢谢叶总 找我什么事啊 老板说他看过了 可以欠了 干吗一直傻笑啊 老板跟我安排工作了 那 这样 你把这个给你的老板 让他尽快看完 然后安排我们开会的时间 好不好 好的 没问题 是吧 老板 这是叶总让我交给你的文件 老板 他在工作吗 我进门的时候摔了一跤 没注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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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他心情怎么样 心情还不错 他笑了 他笑了 那他有没有戴什么首饰之类的 首饰 比如 左手 左手 戒 戒指 应该没有 没有 还是有 有 应该没有 没有 嗯 好 你去吧 所以是没送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 老板 他桌上有一个首饰盒 他还是送啊 他还是送啊 最近和叶琴相处 我觉得他就是我要的那个人 我想尽快想他请婚 你别催了 我这边已经出发了啊 就这么着 小姐 啊 这个是新兴计划的项目内容 我已经分类整理好了 后面还有叶总说 今天要加开的会议 我也加入老板的新生单了 我已经加入老板的新生单了 嗯 我也加入老板的新生单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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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 是不是哪儿漏了 我可以再改 你不愧是我们总裁办第一个成功转正的 总裁助理 这么大的工作量 你又是第一次做这么正式的工作 你竟然一个下午就完成了 是很快的意思吗 也就一般吧 但是你毕竟是第一次 做这么正式的工作嘛 已经很不错了 继续加油 小南星 好 谢谢娇姐 那你先忙 我还有事先走了啊 拜拜 喂 今天怎么样 有进展吗 今天还可以 他给我安排工作了 我也好好跟他说话 那不错啊 恭喜你啊 你现在在干吗呢 现在我下班了 马上就回来了 那他下班了吗 现在好像还在办公室里待着呢 那我说 哪有老板没下班 助理先回家的道理啊 你必须留下 留下 我留下干吗呀 他也没给我安排工作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他今天是不是第一次 交代你工作了 他是不是跟你说话了 是 他是不是跟你说话了 需要 是 有